我們可以補充一下就是台灣跟日本交朋友的方向比較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剛剛說的那個見面頻度會差很多台灣人可能密碼每天都見面 不然就是一直有在聯絡嘛 下班去喝個吃個冰什麼的 日本沒有 日本就是聯絡有可能是一個月一次半次 然後出去也是兩三個月一次 但是你能夠跟他在私下見面其實你已經算是他朋友 除非他是要問你問題的 如果你是他朋友他才會跟你的時間 對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有在討論的時候覺得 男生就異性朋友比較難交 雖然阿咪是有的啦 對 我比較常跟異性交朋友 可是我覺得那些人是暗戀的 沒有耶 可是會 有一些是吧 有一些是 但是因為我很 我比較多酒肉朋友就是吃飯 飯友 對 飯友 飯友的話其實 男生比較好約 對 而且其實出沒在那些地方的就是男生比較多嘛 對 男生也懂比較多 然後這些人其實他真的是沒有要對你怎麼樣 他就是把你當成是一個混合酒的身材 對 可是台灣可能有所謂的哥們 有 就是是異性可是又很知心 有什麼都可以聊的那種 對 可是在日本我覺得男女分得很明顯 可能有飯友啦 我也有啊 但是 他的那個 交心就沒有 對 交心就沒辦法 就會變成可能是別人喜歡你 或是你喜歡別人的那個種 或是正在暧昧 那可能就 對對對 他們有一個還蠻厲害的技能 就是他們可以跟以前喜歡過 或者是交往過的人 或是睡過的 都還是很好的朋友 就可能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對 他們來說交往其實就是在交朋友吧 對 所以我們的結論就是 如果你要跟日本人當朋友去跟他們交往 去跟他們交往 對耶 其實是 我覺得是耶 因為他如果沒有跟你交往 他可能就不會跟你當朋友 就異性的話 對對對 沒錯 各自互相知道的那個 私人資訊的程度 已經到一個朋友的機會 他就會覺得 所以就要去交友 對 所以其實他們還蠻常跟 就是 MODOKA和MODOKA商談很多事情 對對對 因為他可能覺得 沒有辦法交給 把他的心交給新的人去溝通 所以他反而去找以前 就是已經很知道的人 比較容易講 沒錯 對 因為你也知道我就是這個脾氣啊 我現在遇到這個問題 就很好講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覺得 這個對日本人來說是非常 就是天啊 你怎麼跟我講這個 因為你知道今天其實 我後來就覺得像 Facebook也是 Facebook上面全部都是彈心耶 喔 為什麼會寫很長 對 我不是在說你們 不要對我 就是 我 我願意承擔 因為你們是我朋友 我對於我台灣人來說 我是你們的台灣朋友 我 我看你們分享心情 比如說 可能會對你說幾句話 或是按個讚這樣子 我也知道你可能需要大家的鼓勵 或什麼的 這我都OK 可是 如果一個日本人角度來講 然後他就 天啊 我是在看什麼 我是看 我是看什麼東西 他會有那種 這不是我應該看的 的那個 心情 所以你如果跟日本人 我覺得真的不要彈心 沒有而且因為所以像 日本人其實還蠻在 所以日本人很多的 都是不公開的 對 他們都是 對 對 他其實在SNN上也是有做那個 朋友分類 對 然後小號 小號 對 所以就會變成說其實他們是真的 很保護自己的 不敢講自己內心的話 欸你這樣我那天跟XXX合嘛 然後他就跟我說 因為他沒有印象 所以他有一個可能跟他以前的 就是 那裡是幾個人 然後那個也不能講太多 比如說他看完一個電影 或者是他發生什麼事情 他最後就只好寫在他自己的memo裡面 好可怕 好可憐喔 怎麼會這樣 所以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他也沒有朋友嗎 他跟亂撩的前輩在那邊 就是講一部分 他可能沒有辦法跟別人講話 什麼的 他就會覺得在tweet他 就算是那個只有幾十個人的 他以前認識的人 他也不敢講電影的感想 什麼 就只是個電影的感想而已欸 欸你想想 那個 台灣朋友衝刺著電影的感想 對啊 而且大家都寫得很像音樂喔 大家都很厲害的感覺這樣 他們真的沒有辦法欸 他們 而且那已經是卡吉拉卡囉 但其實我覺得他們最大的問題 就是太在意別怎麼看他 對 對 對 你好聰明 他很擔心說他今天發表這個高件 當然如果有人覺得 我跟你不一樣 但是你知道嗎 怎麼這麼淺 以XXX的白來說 他根本就是每個人都覺得他 幹嘛那一副裝褲跟一副看不起人的樣子 根本就已經是這樣 他還在那邊管什麼 對啊 他應該把自己掌拉給他洗 反而口感度還會像什麼樣 他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人家覺得 對啊 好笑喔 對啊 對啊 沒有 因為其實 太害怕被討厭 他寧願不被喜歡 對啊 然後他也寧願不喜歡你 對對對 他就是覺得 反正不要往來是最輕鬆的 沒錯 對啊 就是一群孤獨的人群 對 然後把你的心聲寫在memo裡面 對 只有iPhone都我 好可憐 他之前有跟我講說 就是他在跟我交往之前 其實他也是一個 不在意別人眼光的人 你對他有一個好的影響 他後來就再也不在意了 然後就有點交往過程 好像也太不在意了 對啊 我男朋友是一個玩 他本來就不在意 哇他好難得 他超級有點 而且他又特別 man他這個特別之優雲 我每次就一直說 欸大家都對於你 要討飯這件事情很生氣耶 就只要是女生 特別是有女生 他們無法想像 有這樣子的關係存在 他就說 然後我就說 我所有的女生朋友都很討厭 都在那邊說不行不行 老子也不能這樣 只有那個張張是喜歡你的喔 然後結果他那天又狗嘴吐不出 向來他說 張張的男朋友根本就沒有 所以不是真的男朋友吧 是假的 他很賤欸 他自己就已經不行了 然後我就說 你自己是真的嗎 我們是真的 我們有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就是真的啊 奇怪 真是有 對你只是好飯 你只是乞丐 然後結果我就跟張張講 這他超主意的 我再也不會跟他 跟他說任何句話 然後跟他講 你所有的朋友都討厭他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講 他說 Mino我帥欸 他真的是很厲害 他超級微奇 他真的很適合跟我交往 我真的是不想要放開他 他應該也不想放開我吧 因為我是一個會幫他叫飯的人 對 我們兩個就是各處所需 對 好啦那我們講完了 對啊希望有帶給大家一些幫助 但其實我是覺得 反正就是比較強求啦 因為你知道日本就是沒有朋友嗎 你何必跟一個不想交朋友的人交朋友呢 對我們今天最大的一個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想要跟日本交朋友就好了 你就不會煩惱了 因為你本來其實都沒有朋友 所以你也不要覺得 你都交不到日本朋友 對啊 因為你看Edan都說我是他的新聞 那我的確是他的新聞 我覺得我也送了男朋友的新聞 對啊 對啊 我搞不好還是那很多跟我一起吃飯的 男人們的新聞 對啊 對啊真的欸 難怪他們什麼都跟我講 對啊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一直連頻道都講 對 好啊 拜拜 拜拜 今天穿得這麼浪漫 你想要分享什麼 愛情故事嗎 其實 不知道是不是說愛情故事 莫害呀 愛情 應該就是一個 一個小曖昧 不小 還好沒 還好沒怎樣的故事 對啊 對啊 因為之前在會員區就有提到就是他有一陣子 喔就是他有一陣子 我 我 有一陣子看上一個 不是看上 好被看上 對 被公司也笑上一個 看上 莫名糾纏 對 後來上一次講到哪裡啊 上次就只是講到我們第一次出去 然後後來因為他跟奇怪的小妹妹也約出去 然後我就想說這人當然是高沙 就 沒下文 所以其實是有下文的 有 早在公開之前就有下文 對 好那 就先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又有下文呢 是因為 就是年末年始 反正在那之前我不是 因為我其實 也有的時候會很滿 他也有的時候會很滿 在他的那個玩樂的法則裡面這沒什麼嘛 在他的欲創管理裡面這沒什麼 總是會有人有稍微掉線一下 喔對 對 他就是發了很多語言 對 但我覺得他這個人蠻厲害的就是 他絕對不會來逼你 嗯 他絕對不會因為你掉了線 突然說 喔 那妳的 她是絕對不會什麼 他就放著嘛 對他是絕對放著的 你不回他他是絕對不會回你的 然後 然後我就是覺得 覺得他回的太慢 然後他只要一回慢 我就會覺得依賴的啊 因為我這個人太容易 就會覺得暴躁 對 因為我這個人基本上 我男友是秒回我也秒回 我太秒回了 所以我就討厭別人不秒回 而且你這東西你要回不回的 你要嘛就給我寄讀也好啊 寄讀 對他都沒讀 然後又在一個很晚的timing回你 可是我就會覺得 我就會有這種 的感覺 我就會對我不好走 而且他就只有在那種 特別脆弱 比如說我可能真的是有點沮喪 然後找他商量的時候 他就會大鳥回那種 我就會覺得 哇真的是趁虛而入到一個誇張的地方 就太目的性太明顯了 然後反正 但是呢 我年末年始的時候就閒下來 再加上他以前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開會的時候 他會一直用眼神 就是尋問你 尋問你 然後最後一天 我好不會 你很不會 我看你後 那我改 就是用眼神問你 我快等回去 好可怕